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董小丽打算带爸妈吃那家人均999元的网红海鲜自助 许聪一听这个价格,肉疼 她拿起餐厅广告单看了又看,委婉地说道 我最近胃口不大好,要不你带爸妈去吃自助 我去附近吃碗面吧 董小丽也正拿着广告单仔细研究菜品 文言笑着说 一家四口人,我们三个去吃大餐 让你一个人吃面条 就算你是真的想吃面条 你让爸妈怎么想呢 许聪张了张嘴,正要解释 董小丽把单子放回置物价 淡淡说道 算了,咱们都去吃面条吧 许聪知道董小丽这是生气了 一家人难得出来玩 她不想惹,董小丽不痛快 于是妥协道 那还是吃这家自助吧 咱们大老远来一趟 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来 玩就玩得开心点 还有,我上个月奖金不错 就当犒劳自己 你去喊爸妈过来,咱们吃大餐 人均999元的大餐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岳父母都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再贵的自助 也只挑顺口的 而不是贵的 徐聪一直观察 注意家人的需要 一会儿倒酒 一会儿拨虾 整个过程忙得顾不上品味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家看起来都挺开心的 这就够了 饭后四人散不消神 溜溜答答回到了宾馆房间 董小丽去冲凉 许聪坐在露台上 刷手机 这时候家里来电话了 是他妈妈 许妈也没什么重要事 只是与他闲聊 聊董小丽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 清澈见底的海水 洁白的沙滩 美味的海鲜 许妈一直打听景区的事情 最后说了句 我和你爸 上次去临市的海边玩 哎呀别提了 海水都是浑的 特别脏 许聪小声说道 以后有机会 我带你和爸过来 许妈马上说 算了吧 那么贵 我们可不去 你多拍点照片 拿回来看看就行 挂断电话 许聪将脑袋埋在壁弯里 身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知道 他怕他妈也爱旅游 也想找个漂亮的海岛度假 但是没办法 他能力有限 这一趟行程下来 多两个人就要多小十万的费用 再者 让性格和生活习惯迥异的爸妈和岳父母凑一起朝夕相处 他夹在中间 必然会发生一些隐性的不愉快 他不想多事 如果这趟旅游 如果这趟旅行让岳父母和董小丽不高兴了 那就失去他的意义了 他这次割肉带人出来玩 把姿态放得这么低 本意就是为了讨好董小丽和岳父母 并不是刻薄难搞之人 所以呢 会给他不痛快呢 只能怪他自己 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出轨 三个月前 许聪认识了一个女客户 女客户长相漂亮 性格温柔 身材窑窍 最重要的是 许聪与他相谈甚欢 他们喜欢相同的作家 相同的歌手 相同的口味 深聊之后才发现 许聪过去几年 看过那几场演唱会 这个女客户几乎同在 两人的合作开展得很顺利 私底下的接触越来越多 每次见面 许聪都相见恨晚 最初他心里还言言有一些不安 觉得自己作为已婚男人 频频与未婚女性单独见面 似乎不大妥当 可是过了段时间 他已经不愿意 去考虑自己的已婚身份 每次接到那个女客户的邀约电话 他的心都是雀跃的 后来的事自然而然 便发生了 事后他也想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突破那条界限 可能是因为 他与董小丽的感情变淡了 可能是因为发展顺随的职业生涯 让他膨胀了 也可能是因为女客户表态 这只是你情我愿的激情碰撞 谁也不必为谁负责 让他狂妄了 反正他犹豫地迈出了第一步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 在第五次开房时 惨辈董小丽现场桌间 他当即找来双方父母 说明情况 提出离婚 许聪那时才如蒙方形 自己有可能亲手毁掉了 来之不易的稳定生活 许聪和董小丽高中时就在一起 掐指钻钻 相识十八年 房子车 钱 人脉 圈子 他们的方方面面 得渗透在一起 如果离婚 他们的生活必定翻天覆地 四个老人都气得骂许聪 但他们也都不同意他俩离婚 老人有老人的考量 最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看到董小丽的恨与痛 那是舍不得的恨 是难剥离的痛 许聪看透这些 普通跪倒在董小丽面前 呼求一个原谅 他们终究没能离婚 但婚姻的裂缝是无法忽视的 两个决定重新开始的人 一个努力接纳 一个努力挽回 在变了沃尔的婚姻里 寻找过往的一些蛛丝马迹 企图把倒塌的城堡 重新建立起来 之后便有了这场旅行 美景 美食 欢声笑语 异果他乡 穿插着他改过自新的真诚表演 所求不过是用美好的回忆 覆盖不好的回忆 让董家人 看在他如此真诚的份上 把不愉快的那一叶 翻过去 在这座海岛小住了三天 许聪却疲累无比 好在付出取得了成效 岳父母的态度越来越好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他们提出分开行动 就是想给他和董小丽 留出二人相处的空间 许聪想起大二那年 两人去海边露营过夜 特别的浪漫 于是他对董小丽提议 咱俩去海边走走吧 董小丽点点头 他对许聪始终是有感情的 这几天也想了很多 他觉得既然已经决定给他机会 自己就不能总是纠结过去 应该放下抗拒心理 否则谁都过不好 董小丽换上了白色吊带裙 许聪很配合的 穿上了白短裤和蓝衬衫 两人迎着海风 手牵着手 另一只手 各自拎着自己的鞋 光脚走在沙滩上 聊了聊过去 也计划了一番未来 许聪甚至有一种 回到过去的感觉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狗血的事发生了 就在他刚刚吻过董小丽的头发后 竟然看见那个女客户迎面走过来 许聪歇下一惊 想趁董小丽还未发现时 赶紧躲开 然而下一秒 那个女客户竟然大咧咧地凑过来 跟他打的声超呼 嘿 好巧啊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那一瞬 董小丽脸上的笑意 肉眼可见地凝固了 虽然抓紧那天女客户反应快溜了 但他见过女客户的照片 当初许聪求他原谅时 他一再要求 一定要看看出轨对象的样子 当下 被他铭记又刻意忘却的那张脸 就这样生动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董小丽真的想骂人 女客户倒是很大方 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 许聪哪敢多聊一句 只匆匆说道 我还有事先走了 便拉着董小丽狼狈逃走 回到宾馆 董小丽大力甩上王门 坐在窗前一声不吭 许聪手足无措 主动解释道 我不知道他也会来这里 我们早已经没有任何联系 董小丽冷了笑 那你们还真是有缘 天注定呗 许聪默默消化这句带刺的挖苦 哎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绝对不会和他有任何瓜葛 董小丽想了很久 理智告诉他 他们确实是偶遇 最后轻轻叹了口气 算了 懒得管你 董小丽恨不得马上回家 他实在不想和老公的出轨对象 在同一个地方度假 但细细考虑又很不妥 因为他爸妈也在 当初发现许聪出轨后 他一激动 直接把双方父母叫过来 现在想想挺后悔的 除了徒增老人的烦恼外 其实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这次一起出来 他也想让爸妈心里放下那件事 他们计划在这边玩十天 如果现在就回去 他爸妈一定会追问原因 老人知道这些破事 除了给他们添堵 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思虑再三 董小丽决定像这样吧 假装那个女人不在这里 安心陪爸妈度假 得知救人也在这里后 许聪行事越发小心翼翼 每次只要出门 必定会海上董小丽陪同 董小丽明白 许聪这么做是想让他放心 但是透过这份周全 他似乎总是能闻到 欲盖弥彰的味 他提醒自己 既然要原谅许聪 那就不该时时刻刻的都跟着他 应该信任他 可是他的疑心在见到那个女人之后 不受控制的全面复合 他根本无法说服自己 毕竟许聪连18年的感情都未白了 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 他这样一想 心里便不由自主地自动重温了 当时得知真相的震惊感受 他这才发现 原来信任是那么珍贵 一旦破碎便再也回不来 由于来由于去 董小丽都没有想明白 他只希望假期能快点结束 他们离开这里 让许聪和那个女人 各自融入凶容人潮 不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那天晚上 一家人坐在宾馆里打牌 到深夜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有点饿 刚好 距离宾馆不远处 有一家不远的餐厅 许聪想要打包出去 一点夜销回来 他问董小丽要不要一起 董小丽洗完澡就不想出门了 许聪便独自出去了 等到许聪离开后 董小丽才从刚才的轻松氛围中清醒过来 他竟然让许聪单独出去了 在这样的夜里 十分钟后呢 董小丽想 不就是打包一碗快餐当宵夜吗 怎么还不回来呢 二十分钟后 董小丽慌了 那个女人该不会也去买宵夜了吧 待许聪离开后四十分钟 小丽冷笑 买宵夜四十分钟 可一个小时过去了 许聪还没回来 董爸说 小丽啊 你给许聪打电话问问 如果买东西难买就算了 快点回来吧 董小丽拨通了许聪的电话 但一直无人接听 他彻底急了 决定出去找找 他知道今晚海岛上有篝火晚会 搞不好许聪被吸引到那里了 然而说来说去 他心里知道 自己时刻担心的是 许聪是否和那个女人偷偷见面 他脑子里刻意绕开这个操测 但潜意识里全是这样的暗示 董小丽走出宾馆大门 凭着直觉往篝火晚会的方向奔去 这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 来往车辆行人不息 董小丽心不在烟 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 似乎隐约看见那个女人的身影 他甚至看清那个女人穿着 长长的露肩花裙子 十分风景 相隔不久 他似乎又看见许聪 与那个女人前后脚 他没忍住大声喊 许聪 对面疑似出轨女人和许聪的男女都没有回头 董小丽又急又气 左右看看没有车辆通过 于是快步横穿 然而 跑到路中间时 意外发生 一辆警官车突然出现 董小丽太慌了 以至于看着车撞向自己时 只顾着叫喊 却忘了跑开 于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贴近自己 好在警官车刹车急时 只是刚刚碰到他就停了下来 但是董小丽还是被吓得坐在地上 感觉浑身哪里都疼 但更明显的感受是怕 以及醍醐灌顶的醒悟 就在刚刚他差点因为急于验证 那两个人是不是出轨女人和许聪 被车撞死 就为了那么一点点不信任 他差点献上自己的生命 真的太不值了 他坐在热气蒸腾的路面上 不得不反思这段时间以来 一家人为了痛苦 为了过去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为了挽回一段婚姻 许聪卖力讨好 他逼着自己重塑信任 双方父母费心撮合 可换个角度看看 不过是许聪自我压抑 他自食其人 老人跟着操心 有意思吗 难道一辈子都要这样吗 问至此他身心俱疲 他仿佛看到了所有人都在努力 去抚平一张团皱的白纸 但他们最终发现 褶皱永远都在 无法消除 于是他们又决定去适应褶皱 假装那是花纹 太好笑了 为了这出戏能够长久地唱下去 全家人搭了个舞台 身兼观众与演员 全部都在硬着头皮坚持着 董小丽缓缓站起来 在一种路人的关切下 小心活动四肢 还毫无大碍 只有幻境 被撞碎 让他终于呢 看清了一个真相 对于他这种 眼里有不得沙子的女人来说 只要婚姻曾出轨 心里一辈子都有鬼 他和许聪 根本回不着过去 如果他们一定要继续下去 就算许聪 不会一直亏心 至少他也会一直疑心 这样太累了 不如放过彼此 董小丽没有去找许聪 而是沿原路返回 到了宾馆房间门口 他听见里面传出许聪的声音 原来他早就回来了 他真的只是安安分分的去买夜宵 董小丽站在门口 是坏的笑 他这次没有骗他 正好 就当这是许聪为他们的婚姻 画下完美的句点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就会变成了Facebook